這是一個全黑的示範 我配了一個比較女性的袋款 做出來的觀感是比較有風格 雖然它是全黑 但你也會覺得是 當然我的衣服都可以幫到手 可以做一個比較女性的 但很有風格 很有個性的觀感 這個全黑的打扮 我自己也很喜歡 講回件衣服的Cutting 就是以寬鬆為主 它是一個孖襟的設計 所以它的風格是可以闊很多 因為你會看到Cutting上 它已經有一個很充裕的空間 你可以配上一些其他的 即不一定要這一種的內疊 一些Casual一點的T款 或者有換味重一點的T款 譬如你夾圈低一點的時候 也不需要太擔心 它在剪材上或者尺寸上 都已經可以塑造到一個 比較悠閒一點的感覺 同時它又有孖襟的元素在上面 所以它是兩者間都拿得挺好的 還有一個少許的細節位 就是它的手袖 這一種的手袖 就是一些乾濕外套的細節 所以它的觀感上 可以做得再細緻一點 也可以拉向Lady的效果 像我現在這樣搭配全黑的造型 也都是 不會只是覺得很絲襪 你會覺得很有風格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穿MACOM的西裝款 我搭配了一個小企領 你看到一些衣服 都可以平衡得到造型 全黑都有全黑的 都不會代表全黑就代表很平衡 我也很喜歡 Anyway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不是單一隻 可以搭配這種全黑的造型 在拍照的時候 我也有搭配這一款的牛仔褲 我搭配得稍微一點 我搭配了波鞋 紅色那雙波鞋 我想做一個白搭的造型 給大家參考 因為你西裝外套 始終你想搭配下西裝的單品 什麼西裝的單品都可以 像我現在這個裙褲 黏一點的喇叭西褲 寬腳的西褲 其實已經是一個相當之不錯 或者簡單而利落的造型 已經是展示出來 因為本身這件衣服 或者這件外套 想帶出來的觀感 已經是很加分 它也做得很到位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這一種 這一種的味道 是的 好美好美